陈信宇因为遭到了限制出境无法出国 日前还传出说他可能会带孩子巡短的消息 内政部儿童局在前天还有台北市政府来联系之后 知道说市府的社会局跟卫生局 现在已经把他们列为是关注的个案了 并且要做出预先戒备的措施要加强巡逻 这儿童局的局长说 连日来陈信宇的情绪是激进崩溃了 甚至还传出说他可能会自我伤害跟带孩子去巡短 那么这个情况初步判断符合了高风险家庭的倾向 儿童局依据了媒体报道的内容 认为说是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 才会主动的跟台北市社会局来做联系了